这对夫妻打开冰箱 却发现这小小的空间里 竟然藏了整个人类文明 但和两人一对比 里面的世界就如同微观模型一般 而上一秒还是中世纪 等十分钟后再看时 居然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时代 由于两个世界的时间流失速度不同 这里头造的建筑 仿佛像是开了N倍速一样快 平时好几年才建好的大楼 在这只用一秒不到 然而每天看着两副大面孔 里面的居民也有一肚子抱怨 笑喷了 在这微观世界里 估计一个世纪过去了 两人在小人们眼里 就像时间定格一样 而五秒过后 微观世界也已经发展到了现代化 壮壮高楼开始立起 海上四处漂泊着船只 天空也来回驶向各类挥机 这要换作是我 我都能看上一整天了 哪知男人刚凑上去 一颗核弹就朝城市中心发射 巨大的蘑菇云填满了半个冰箱 男人也因为那强烈的聚光 脸蛋都红得像官老爷似的 但搞笑归搞笑 城市里传来的惨叫声 等一个小时过后 他们再次开箱查看 哪知这座城市居然挺了过来 全面进入赛博朋克时代 大楼满满未来感 汽车也终于会在天空飞 而此时城市里搜的一下 见了座世界奇观 哪知一股能量集中在核心 轰的一下 整座城市就被包裹进了能量球里 而其中散发出的点点光芒 也在房间里来回四见 直到最后 能量球带着整座城市猛的消失 而等过了一晚再次确认 好家伙 这世界又进入了循环 回到了上古时代 未来世界 人类发明了长生不老技术 只要定期注射永生针 就算你是一百岁的老太婆 都能变回皮肤光滑白净的美少女 但人们为此颁布法令 那就是禁止生小孩 而身为警察的大帅 这天执行任务时 发现一个白发苍苍的妇人 停用了永生针 偷偷生下了两个孩子 由于终日不能出门 妇人只能用抽屉给孩子当摇篮 在被带走时 她还苦苦哀求着大帅 放过自己 放过她的孩子们 大帅回头望向屋里的孩子 大的七岁 小的四岁 只见他掏出手枪 男孩却以为他是要玩偶 结果下一秒 然而大帅回想起 男孩那稚嫩的眼神 内心却不由感到一丝触动 随后他跑去见女友 对方是个有名的国际歌唱家 为了出名 女友活了三百年 才达到如今的地位 而大帅表示 这一句话 彻底触动了大帅 他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 自己真的配拥有孩子吗 然而在隔天办案时 大帅刚和同事走出街 身旁被逮捕的父亲 则大声怒吓 看着男人的尸体 大帅内心百感交集 回想起被自己亲手解决的男孩 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只见他拿出男孩的恐龙玩偶 记下了卖玩偶的店铺 他想做什么 一个白衣女人 从玩具店里买下玩具 但身为警察的大帅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因为在当今世界 人类都是活了上百年 而且由于晋升小孩 所以大帅怀疑 这个女人家里肯定藏了孩子 随即大帅一路跟随 来到了对方的房子 他内心十分复杂 并不希望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可看着房内冒出的小孩 大帅的猜测果然正确 而女人一看到他 立马就抱起了孩子 女人满脸不置信 但为了保住孩子 也不得不照做 大帅问道 既然能够长生不老吗 为什么还有生孩子 只见女人把孩子放下 大帅在旁看着 脸上也不由浮出一脸笑影 而女人已经活了218年 但当孩子出生后 她却再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她会记得孩子的第一次走路 第一次喊自己妈妈 这一切 难道不比长生不老更值得吗 而此时孩子走到大帅身旁 拿起帽子就想给他戴上 结果大帅刚弯下腰 大帅用枪对准孩子 女人则苦苦哀求 而他看着手中的手枪 在听着女人无助的呐喊 最终 他还是放过了两人 可大帅刚走出门 同事却站在了门口 哪只屋内的孩子传来哭声 大帅立马知道大事不妙 只见两人迅速拔枪 同事被一枪毙命 而他也身负重伤 大帅抬起头望向天空 现在 他的眼睛里也充满了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聚集出自爱死亡和机器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